大家好,欢迎你看我的这一期视频 这一期视频比较随意 随意的意思就是没有计划 想到什么,做什么 你们看,我穿了雨衣 我在爬山 是一座很特别的山 你看看 这是一座茶山 这些都是茶 我吃完了午饭 就在我家旁边有这个茶山 所以我来散步了 好,我现在在斯里兰卡 你们可以听到音乐吗 在斯里兰卡 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事情 我想给你们说一说 比如刚才 我在这里散步 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农民 他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我 他跟我打招呼 我太喜欢了 这里的人民很可爱 很热情 可能他们不经常看到外国人 他们对我挺好奇的 每个人都会对我微笑 跟我打招呼 太享受这种感觉了 很喜欢 很喜欢 我们看 这里好像有一头牛 我可以带你们看一下吗 应该是一头很可爱的奶牛 它躲起来了 有一点孤单的奶牛 哎呦呦 好 今天还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 今天我在公园里 有一个和尚 他找我聊天 他长得很像一个佛 特别是 他的耳朵非常非常长 你们看 我的耳朵是很小的 我看到他的耳朵 我想起了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是我最爱的人 好长的耳朵 我想他是不是每天都要捏一捏 拉一拉 才会有这么长的耳朵 还有一件事情 有一点好笑 今天早上我去了一个公园 里面有一个咖啡厅 哦 那个咖啡厅其实是一艘船 这艘船在水上 水上 哦 咬咬咬晃晃晃 好 他们没有太多吃的 只有 pancake 中文 应该是 煎饼 好 我点了煎饼 上面有香香的 香香的 奶油 和草莓 他们的草莓很新鲜 奶油 很香 可是 他们的煎饼 好硬 啊 我在想 我吃的 真的是煎饼吗 还是 巴达达 好 所以我在想 他们是不是用 做巴达达的面粉 做了煎饼 哦 嗨 how are you 嗨 i'm doing something ok 我看到了一个 很可爱的老奶奶 她停下来 她对我微笑 可是 她 她听不懂 我说什么 她真可爱 所以我吃煎饼的时候 我的 我的这两边的 鸡肉 好酸 很难咬 好疼 所以 在斯里兰卡 总是有 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 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 其实我也想说一说 斯里兰卡的文化 我感受到 他们的文化里 有一些 跟中国的文化 一样的地方 那也有跟 中国文化 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 如果你想说 for example 你可以说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或者 拿 来说 拿 我的 房东 来说 我的房东 他们是一对 老夫妻 他们 对我就像对 女儿一样 他们很担心 我不吃饭 总是在工作 对不起 这个路 你们看 这个路湿湿的 所以 我走的时候 哎呀 要小心 我第一次 在我的房东家里 吃早餐 那个妈妈 就坐在 我的旁边 嗨 你怎么办 好 我第一次 去他们家里 吃早餐 那个妈妈 就坐在 我的旁边 看着我吃 你吃这个 这个好吃 吃吧 他看我吃完了 他拿一个东西 出来 还有 酸奶 吃吧 我喝完了 然后 嗯 又不知道 从哪里 拿了一个东西 吃吧 所以 怎么吃都 吃不完 好 我觉得 那个时候 我觉得 他好像 我的妈妈 他很担心我 总是在工作 不吃饭 后来 他每天 都要来看一看我 给我拿一些 零食 他说 你不吃饭呢 你这个孩子 真让我担心 我觉得 跟中国文化 很像 就是 美食 他们用 食物 吃的 美食 来表达 对别人的 关心 好 走着走着 我到另一边了 你们 这里真的很美 没有人 特别好 我还发现一个 跟中国文化 很像的 东西 嗯 不过 我不知道 是不是 真的 因为 我认识的 斯里兰卡人 不多 我在这里的 时间 也很短 那就是 我的房东 很喜欢 看到我工作 嗯 跟中国 一样啊 在中国 中国的父母 看到孩子 努力 我们说 上进 上进 就是 努力 变得更好 都会 很开心 虽然 我的 斯里兰卡 房东 有点担心 我不吃饭 但是 他们 好像很喜欢 我 觉得 我很努力 我告诉 他们 我有很多 工作 如果是在欧洲 我特别是西班牙 我认识的人 会跟我说 你要休息呀 享受生活 放松 星期天 怎么可以工作 有时候 其实 有一点 不舒服 因为 工作是 我的选择 我爱 我的工作 我有 我自己的 事业 我也 有 我的团队 好 我喜欢 好 然后 这对 斯里兰卡 夫妇 并没有 跟我说 这些 他们只是说 很好 你是你自己的 老板 所以 他们没有 给我 压力 因为 很多人 觉得 你去 旅游 你应该 休息 去 看 很多 地方 我也 有 但是 大部分 的 时间 都在 工作 我觉得 他们的 文化里 觉得 可以 这是 好的 所以 跟中国 很像 好 我们再 说一说 跟中国 不一样的 地方 不一样的 就是 可能 只有 一个 就是 这是一个 很 外向 的 社会 我 我今天 有特别 特别 多人 跟我说话 跟我 打招呼 跟我 微笑 我觉得 他们都很 外向 虽然 他们 不能 跟我 交流 可是 他们 不怕 他们 不怕 跟我 眼神 接触 眼神 接触 的 意思 就是 眼睛 看着 眼睛 他们觉得 很好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是外向的人 怎么说呢 我喜欢 跟人 有这种 连接 所以 很喜欢 但是 但是 在 中国 我跟我 男朋友 用的词 叫 尴尬 awkward 就是 中国人 是有一点 尴尬的 就是 不知道 怎么 跟你打招呼 想看你 不想看你 看着你 不说话 就是 我们在 大理的时候 有很多 这样的 情况 所以 中国的 中国人 很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 挺好笑的 好 那 这个 就是 我在 斯里兰卡 的 一些 感受 没有 没有特别 说 什么 内容 就是 很随意 想到 什么 说 什么 但是 我希望 你喜欢 听 这些 文化的 东西 和 和人 有关 的 东西 好 我们 下次见